国内二号新增私立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案16116是一名30多岁的南非籍女子 特别的让意识忧心 因为她过去曾经在南非确诊 以富商专案申请来台 检疫期间申请两次有条件外出 到高雄殡仪馆第一次裁剪是阴性 但是第二次转为阳性 国内专家表示 女子有可能感染Delta变异株 加上南非近期又发现了新变异株CE2 所以不得不格外的关注 加上她的CT值21 显示病毒量是偏高的 具有传播力 现在高雄市卫生局 除了匡列12名相关的接触者之外 也对殡仪馆的环境进行清销 仔细消毒每个角落 高雄市立殡仪馆的冷冻大楼 更将铁门拉下不让人进入 会这么大动作清销 全因为这里曾有南非籍的确诊者来过 就怕女子身上可能带有Delta病毒 或是南非新变异株CE2 进而威胁国内社区 会高度关注是因为证明南非籍的 30多岁女子案16116 早在7月28号就曾在南非确诊 8月底以富桑专案来台 在检疫期间申请两次有条件外出 第一次裁检阴性外出两天 到了第二次裁检却转为阳性CT值21 也让高雄市卫生局不敢答应 急忙针对女子的家人 还有殡仪馆人员匡列共12名的相关接触者 国内专家也很忧心 女子的染疫病毒不排除有可能是Delta 或是南非近期的新变异株CE2 就有专家经营 像这一类的检疫者要外出 得再严格控管 究竟女子感染的病毒是不是Delta 还要等病毒定序出入才能确定 只是国内疫苗涵盖率低 不得不严防传染力高的Delta 走入台湾社区 否则一旦疫情大扩散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中等 指挥中心前一天宣布 新增一例校正回归的死亡个案 一名66岁的确诊男子 6月底在北市联谊中心院区过世 却没有依照规定通报 直到家属申请中央的慰问基因 院方才在8月底登陆 整整晚了两个月的时间 指挥官陈时中2号 也直接点名北市要好好督导 但北市卫生局记者会上 却疑问三不知 被蓝绿议员同时痛批 现在更传出这名个案火化当时 早就通报北市殡葬处 按照规定应该早就要通知卫生局了 现在北市府高层 也紧急召集相关局处开会 要求成情 他是在6月27号就已经死亡 救诊的医院并没有把它通报出来 所以请台北市 那督导该院 以后要申报这要缺失 陈时中亲自点名 请北市府好好督导缺失医院 2号全台新增一名新冠肺炎死亡个案 但负责治疗的联衣中心院区 却没网上通报 这名66岁的男子 按9933 5月27号就医裁检 一周后确诊 原本6月27号病适后 按规定应该要在24小时内通报 但直到家属申请中央慰问金 才发现没有资料 院方紧急在8月底补登陆 晚了超过两个月 才由中央公布 提问记者忍不住开枪 周四下午 北市卫生局线上说明会 会前还看到中心院区有人上线 似乎准备说明 但会议一开始却火速离线 联衣澄清是卫生局要求要有局内说明 但回应内容状况外 让蓝绿议员忍不住同时开跑 也是柯市长 当他的手一直指着别人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防疫要滴水不漏 但是柯市长只有口水外漏 口水事件 台北市政府现在上梁不振 下梁歪 台北市政螺丝掉满地 根据了解 确诊个案死亡后都要依照固定程序火化 并通报北市殡葬处 甚至传出北市府已经发过慰问金 但卫生局是否早知漏报 却摆烂两个月 更疑问三不知 北市上午召集相关局处开会 要求澄清到底是不是 罗斯松到底 接着我们讲 高紫瑶 台北道 各大学将在九月中后陆时开学 阳明交通大学就提前 帮两千多名的住宿生 进行全面性的快筛 必须领友阴性证明 或是接种小黄卡 才能够正式入住 校园防疫先从宿舍清零开始 针对接下来实体开学日 也被有免费的快筛试剂 给教职员筛检 另外北市又抢先定出了 北市版大学开学指引 其中规定未接种疫苗的教职员 每七天必须要快筛一次 但是有大学的教职员就坦言 这样子一个月几乎要自费 一千元买快筛试剂 开销真的很大 为了开学备债 阳明交通大学提前为住宿生 进行快筛 学生必须到校筛检 取得阴性证明 或疫苗接种小黄卡 才能正式入住 过就比较安全的感觉 毕竟还有其他人 从外面回来住 是也要定期筛吗 可能还是要看 就是接触的状况 校园防疫先从宿舍清零开始 接下来实体开学日 校方也将备有自筛庭 提供四千八百份试剂 给教职员每周免费自主性进行筛检 费用全由校友提供 但是北师府提前下令 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大学 教职员每七天就必须快筛一次 此规定一出让不少教授不满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钱提供试剂 教职员必须自费筛检 每周都要快筛一次 每月几乎要自费一千元买快筛试剂 这样的开销真的不小 而且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你要快筛的费用查核的机制 因为每个学校的老师 兼任的专任的人数 是差距非常大 是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愿意去配合 我们是否要进行强制快筛 完全是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以及教育部的规定 那所以我们目前还是以自愿 该不该硬性规定教职员定期进行快筛 校方目前会等指挥中心公布 并针对试剂该如何供给进行更完善的讨论 解台北综合报道 台湾首批BNT疫苗正在进行封肩检验中 最快9月16号可以完成 而指挥中心已经拍板 BNT疫苗会优先提供12到22岁年轻族群施打 但是有国内专家批评这是错误政策 如果考虑Delta变异株就应该先拼第二剂接种 而不是优先施打青少年族群 另外有澳洲学者对台湾先冲高 第一剂疫苗涵盖率感到忧心 表示澳洲在7月初只有7%的人口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但是Delta病毒入侵之后 新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至今仍未受到控制 呼吁台湾不要犯了跟澳洲一样的错误 首批BNT疫苗总算抵台 食药署也紧锣密鼓展开封间检验 而疫苗包装也曝光 在外盒标签上印有简体字的说明 还有复必泰跟复兴医药的字样 至于这批93万剂的疫苗 效期到明年1月15号 食药署表示最快16号能完成检验和发封间证明 而指挥中心已拍板 这批疫苗会优先给12到22岁年轻族群施打 但有国内外专家建议 Delta变种病毒已在国外横行 台湾接种策略就不能只拼第一剂的疫苗涵盖率 如果Delta变成我们要流行的病毒株的时候 那决胜的关键其实在第二剂的覆盖率 要把部分的权重 放在第二剂的覆盖率的提升 而不是把我们的权利拿去拼第一剂 而澳洲专家马尔霍兰认为 澳洲着重边境管理 在7月初只有7%的人口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但Delta病毒入侵后 新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至今人未受到控制 呼吁台湾别犯了跟澳洲一样的错误 而台大教授金传春则表示 指挥中心未思考到Delta变异株 应该优先打满两剂疫苗 不该优先施打青少年族群 根本是错误政策 台湾也没有Delta变异病毒的大规模流行 所以扩大第一剂跟集中打第二剂 其实它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的防疫措施做得很确实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它的效果也不输疫苗 毕竟台湾疫苗接种还是僧多周少 怎么分配都会有争议 只盼疫苗快速到货 才能满足各族群的需求 记者综合报导